而同样每一年都受到开林宫捐赠百米的吉安乡公所 由乡长游淑珍亲自到场表达感谢 游淑珍表示寒假和农历年期间 若是学头没有学校的营养午餐可以供给 在家里头吃饭需要更多粮食 而开林宫的捐助对弱势家庭来说是一大帮忙 他会要求公所把这一批百米赶快送到有需要的家庭当中 让弱势民众可以安心过新年 每一年也会受到开林宫捐赠百米的吉安乡公所 由乡长游淑珍亲自到场表达感谢 游淑珍表示寒假与农历新年期间 若是学头没有学校营养午餐的供给 在家吃饭需要更多粮食 开林宫的捐助对弱势家庭是一大帮忙 谢谢开林宫善心协会 为我们第16年开启百米捐赠 在我们的年节之前带来家户的关怀 以及暖暖的感受 相信吉安乡公所 我们的物资平台会善尽来 让我们的白米顺利的赠送到需要的家户里面 尤其已经接近了我们的寒假时刻 很多的孩子在学校没有营养午餐 是放假的时间 所以我相信这一批的白米会带来弱势家庭 满世关怀跟过年前溢住的祝福力量 我们再一次的谢谢开林宫 谢谢开林宫善心协会 因为有你们让我们的家户更好 谢谢 游淑珍表示他会要求乡公所社会客 把这批白米赶快送到有需要的家庭当中 让弱势相亲能够安心过新年 戒律会幻视报导